黑漆漆在以來都被人作為高級的食材 只有在那半島才會搬起來的菜式 現在不用這麼麻煩也吃得到 夾這種黑漆漆變成絲襲 這也讓一齣黑漆漆在市民上真是歡迎 因為現在等於說是這個趨勢轉換的 因為現在變成說是 以往大家年紀就是送禮嘛 都是整片的 因為現在越來越多人 他不會去料理這個烏魚子 變成說有這種一口出來的方便以後 其實一開始人家還是不能接受說 我三人吃一塊一塊 可是這一兩年的變化來 人家已經都慢慢轉變成說 送這個給人家人家可以馬上吃 比你送整片的給他他不會處理 不會怎麼 不知道怎麼吃才好吃來得好 吃片的魚子一片一片分開包裝 聽開就可以馬上吃 因為這幾年來過年過節送禮的好選擇 而且受到以前的影響 大家都很注重衛生 也都會越多人三十五買一口魚子 一口烏魚子它的做工繁長 變成說你也沒辦法做那麼多 而且很多人他也會去擔心說 一口魚子它的品質到底好不好 整個別的有等待 切了後的沒等待 所以他們在買還是會 找自己信用信的過的店家去買 雖然你這個腳步越來越晚 民眾都開始準備一年會 不管是一大片的有魚子 還是一家的有魚子 都不會夠欠火 這也要給這些 每天都在官港出火 那天是我們聊一散 總跟彩虹報道